熟练的打磨着钥匙 不过仔细一看旁边却都是悠闲品尝咖啡的客人 这家位在万华区的咖啡店 老索将因为爱喝咖啡 16年前开了这间小店 一边打锁一边卖咖啡 第二代接手后承袭索将对好咖啡的坚持 不仅拜师学艺考取欧洲咖啡精品协会烘豆师资格 更在杯测师与烘豆师比赛中频频获奖 会一直去参加比赛 其实重点不单只是因为喜爱咖啡专研技术 所以我们更希望想要告诉酒热的客人 或者说爸爸传承下来的客人 你们喝的豆子其实是非常好的豆子 那我们希望推广评价精品的概念 就是我们在做我们喜欢的事情 那我们也希望我们喜欢的东西 消费者可以知道 你就算是花一样的钱 你在日常生活是可以得到很好的味道的 那我们希望把爸爸一开始创业的理念承接下来 只是想要每天喝到好咖啡的想法传承下来 让好咖啡变成身边的人 就是美好的日常 尽管好咖啡累积了许多老顾客 但成就的店面却让年轻客人却步 因此第二代老板便参与台北市店家改造计划 保留老锁店的元素 也留住老万华浓厚的人情味 我们为什么叫九日咖啡 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意识综合豆需要养九天 才能开始让消费者喝 因为咖啡好的味道需要经过养豆的程序 这是一般消费者可能不了解的 那所以这次的logo是先以酒的形状为意涵 然后中间再有一个钥匙的概念 所以我们希望有好的味道 让消费者来解锁 解锁九日的咖啡的味道 就是我们那些老客人 其实都是六七十岁以上的长者 甚至还有八九十岁的长者 会让我们觉得说这好像是年轻人的店 好像不是我应该待着的地方 可是一部分我们又希望这改造的重点 本来就应该要让年轻人愿意接受 所以在新旧的供人本来就是第一个重点 其次其实爸爸还是有在这里开锁的 所以其实老店的根本就是锁店 我们还是希望保留住 像我们店之前有很多很有趣的小故事 比如说像店里的油漆斑驳了 有油漆工的客人会自己过来带油漆来帮忙刷 或者是我们店需要外送店里没人手 店里的客人会先帮我们外送 回来再跟我们点咖啡 其实这已经是超越客人跟店家之间的关系 就是像朋友 装潢改变不变的是对好咖啡的坚持 透过独具巧思的创意设计与品牌建立 不仅拓展了新客源 也让老所将的咖啡继续在万华飘香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道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